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秀儿啊 你和薛鹏战时分居 是为了打一个赛官司是吗 是的 你走吧 什么 什么 你亲自出面去请秀回来 秀都不肯回来 老周 秀真的是为了刚辈还是 还是什么 那么聪明的人还是什么你不知道啊 还是韩律师 我觉得彭彭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秀不是那种人 我没有说秀是那种人嘛 是说韩律师是那种人 一个男人死缠烂打的 女人嘛就容易心乱 再说他们过去不是有感情的吗 时间异常了 时间异常怎么了 你就别瞎乱怀疑了 我看哪 薛鹏的毛病就是你遗传的 呦呦呦呦呦呦 你发什么火呀发什么火呀 我告诉你啊 秀不回来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 你被把气撒在我身上 我不是冲你发火 我就 你就是 因为您亲自出马请他回来 他不回来 你面子上绷不住 不是吗 我不了解你啊 我从认识你到现在 你面子面子你还是面子 在外人面前呢 你保持着一种知识 尊严 卢雅智慧 让人觉得你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 在儿女们面前 就装着做一个好的 你什么坏事都让我去做 现在成全你了 儿女们面前 您是慈父 那我就是严母 没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在儿媳妇面前 你想当一个好公公 让我做一个恶婆婆 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说儿子是我惯的 是我惯的吗 您不是一直教导我说 对于儿女就要严加管教 就得让他们循规蹈矩 他五岁以前 就没有一点点儿童的欢道 被我们关进小屋子里边 从这个连环画 看到那个连环画 长大了 人家自己有出息了 给你长脸了 你倒是好一口一个 他是随你的 随你的 都随你吗 随你吗 都是随你了吗 他现在不行了 犯错误了 不好了 你又说是我惯的 老赵同志 我得告诉你啊 秀和我儿子 最后到底会怎么样 不管我们俩谁唱红脸 谁唱黑脸 没有用 你着急上火冲我发脾气 更没有用 好 今天呢 就趁这个机会 你把你心里想说的话 你就都说出来 我说完了 孩子们是分是合 是他们本身的造光 行 那就这样 他们的事咱不管了 咱们当父母的 已经人之一尽了 他们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 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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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面子又崩回来了 来 橘子 哈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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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